男性李亞彭多年前彈出演藝圈後 選擇從商和哥哥一起發展房地產事業 然而先前因投資失利欠下台幣1.8億的債務 被法院判強制執行消息引起熱議 當時他曾發聲表示欠債還錢停經低益 已經與債主談好還款計劃 而自己面臨的困難遠遠不止這1.8億 一直苦苦支撐的公司 也不得不開始大量裁員 至今人拖欠員工們的補償金 他也在文中透露 後續將會透過直播賣普洱茶 另外找方法賺錢還債 而近日李亞彭卻被爆出沒有按照約定還錢 甚至還傳出失聯消息 遭到法院限制高消費 據陸媒報導指出李亞彭和哥哥在判決生效後 至今仍未按時還錢 就連法官也聯繫不上對方 所以才會公開發佈限制消費令 希望李亞彭能夠配合 所以麻煩你不正確 這支是大器 說扮式的交換 放開 這裡 聲音 現在 我們 在 兩 我們 今天